看到這回是保七總隊呢 是通過了科技執法 利用空拍機來搜證 說的是苗栗警方 獲報在南莊鄉國有林地 遭到大規模的亂啃亂罰 經過著手調查之後發現 原來是曾經在當地呢 經營了茶莊和警官 咖啡廳的張信嫌犯 受到疫情的影響 生意不佳 居然就把歪腦筋 動到棱境的國有林地上 不僅是竊佔土地來種茶 還把樹林砍伐轉賣 大範圍國有林地遭亂啃亂罰 保七總隊透過科技執法 出動空拍機搜證 發信山林遭違法開挖 綠色植被消失 地面光凸凸一片 種植樹木也遭砍伐 正下罪證去招 嫌犯想爛也爛不掉 發信苗栗縣南莊鄉 有大規模爛啃的情形 因地形不易勘察 保七總隊利用無人機 空拍收集違法試證 才能順利將全案收集齊全 警方調查發現 張信嫌犯曾在苗栗南莊鄉 經營茶莊跟警官咖啡廳 因為疫情影響生意不佳 竟把歪腦筋 動到鄰近的國有林地上 不僅竊佔土地種茶 還將市價約十二萬的素材 砍伐轉賣 竟清查後發現被害樹木有 山木柳山及油桶 重量約五十公噸 估計遭爛肯 竊佔一千多平方公尺 張信嫌犯涉嫌違反森林法宋辦 最終可處十年六個月 有期徒刑 並科兩千萬以下罰金 在彭光許苗栗報導 見到